赵映光刚刚发声明 说他没有被吴怡农请离开党部 哦 那就是打脸吴怡农 对 打脸吴怡农 第二个 赵映光说他开除赵介佑 不是他开除的 你打脸两次哦 那是我 这是我讲的 民进党的开除党员的程序 是地方党部的评议委员会 做出决议 不是党部主委做出决议 党部主委没有开除党员的权利 所以他不知道 他鬼扯嘛 他那个时候是党部主委 但是是平议委员会 做出决议 送到中平会 中平会做出决定 所以他最多就是我知情 我要求他们开会 最多他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大家回顾一下 去找一下去年四月份的新闻 赵映光赵介佑这个事情爆发之后 民进党中央党部连发两次新闻稿 要求台北市党部尽快处理 然后呢 那个时候 吴怡农说我们有一些程序要处理哦 可能还要等三天 然后呢 后来 是中央党部炸锅了 吴怡农才提前两天开 就是他原本是还想拖哦 他说还有一些程序要处理哦 后来隔天 这个赵映光才辞去 因为那个平议委员会 要处理他儿子 是他是平议委员会的召集人 所以呢 后来这个 他先辞了这个 后来递捕上去之后呢 再开一个临时的会议 然后吴怡农你现在可以 大言不禅说是他开除的 全部收割 他现在是一个对抗这个黑道党员的英雄 没有 完全不是 这个我觉得就太简化了 我觉得你可以说是在我任内 做出相关的处理 我觉得这样讲可以接受 但你不能说是你开除的 因为你从来在民进党党章 大家去查一下 从来没有党部主委 可以开除党员的这个权利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就是太过度自我膨胀了 吴怡农有点觉得自己太伟大了吧 所以赵映光发那个声明 就是他就说这个不是 那个没有人请谁离开的问题 就不太爽是吧 我觉得吴怡农最近讲话 可能要小心一点 赵映光不是好惹的 小心哦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哦